陳先生 早晨 各位支持 顧教授 你好 顧博士早晨 請說 我想請問 我有萬聖遺炎 已經十幾年了 五年前跳遺頸說我流行到腸化增生 一個星期轉回跳 我轉了中道腸化增生 腸化增生 是的 萬聖遺炎令到腸化增生 我問醫生醫生說 腸化增生不能回頭 我想請問有何方法保健食品可以保住 不要作惡化下去呢 請問你有沒有很多遺棄 沒有的 腸化增生就是因為胃炎 炎有兩種 什麼叫做炎呢 炎就是免疫系統要出兵 出兵的動作叫做發炎 免疫系統有兩種情況要出兵 一個就是有敵人進入了身體 譬如說有些細菌去了被鬥 被鬥發炎 但原來有另一種炎叫做無菌發炎 無菌發炎就是譬如說 胃酸太多 刺激的胃壁 胃壁就發炎 這個不是細菌引起的 譬如說有些人有脂肪肝 引出脂肪肝炎 這個又不是細菌引起的 對 我有脂肪肝炎 那什麼叫做無菌呢 就是我們原來每一個細胞 都有一個細胞膜 包著很多東西裡面 傳來新的兵器細胞 淋巴細胞根本看不穿細胞膜 但是如果這個細胞受了傷 譬如說有些胃酸過多 有些東西漏了出來 然後一看 咦 沒見過 他以為敵人來了 他噴一些養油離機 想氧化 想消死敵人 這個引出發炎 嚴嚴嚴嚴 會有變化 所以叫做腸化身 就是在胃裡面有些腸細胞的特質 這個就是胃癌的前期 是很小心的 先先就是如果要預防 防止胃癌 就可以用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增加那個 癌抑制基因 就將那些 萬一已經是癌變成細胞 就逼它自滅 雕亡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因為胃酸太多 而引起胃的發炎 就要處理了 通常如果你不是因為 幽默狼旋菌而令到胃酸太多 即你說沒有胃氣的話 就可能是你吃東西不定時 於是胃經常都分別胃酸 所以你經常都要吃東西 就算吃不到一頓 你都吃兩塊餅乾先頂住 或者如果你是喝很多 很多咖啡的 黑咖啡就是 不落糖奶 那些咖啡有很多 會刺激的胃壁 那你會戒掉這件事 然後消炎 就是用一些抗氧化的方法去消炎 很多抗氧化的健康食品 你去附近的健康食品店 它就可以介紹很多 抗氧化的成分 剛才你說的 即它可以用綠茶素 是的 綠茶素本身都有抗氧化的 抗氧化的 抗氧化呢 如果你是怕自己 防止它胃癌 就安全一點 三餐前吸收好一點 前五分鐘 三餐前多吃一個 平的茶匙的綠茶素 嗯 OK 除了綠茶素 還有什麼它要做的 有沒有其他 你覺得 改變飲食習慣 是的 飲食習慣 有時真的要吃的 因為你的身體 有個胃不覺的東西 就分別胃酸 但又沒有去承受胃酸 因為胃酸就消化胃了 OK 好 OK嗎 陳先生 我想請問你那個腸化增生是分開幾多個 等梯級的呢 就是那個奇數 奇數 沒有的 一腸化增就是告訴你 有些細胞已經開始異變了 嗯 所以那個其實是很危險的 分分鐘就可以變成硬的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監測自己身體 在飲食上面 剛才顧博士說了兩個很重點 好的 還有一個是預防 楊中嫂不要記了 加上材素 都可以的 先說這個 這位Bonnie 她說 你好 她是一位 我不知道怎麼讀 是不是HER2 HER2 HER2的軟鴨患者 沒有擴散的 已經完成了化療和標靶 吃了一隻叫做 Tamonsifen的荷爾蒙治療藥 一年多 想問顧博士 可以吃什麼補健 或者沒有食物的份量 次數是怎樣的呢 還有她在看了一年中醫 聽到之前節目說 吃百花蛇蟹草 就會令到血管增生 記得醫師之前 有經常吃百花蛇蟹草 吃了怎麼辦呢 現在還有開太子森 之前你說過 不應該吃森 對於她的情況 博士有什麼建議給她 Tamonsifen這藥 就是可以阻止 身體的痴激素 不能夠接受 不能夠埋伸 不能夠黏住 一個痴激素的接受體 那裡 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防止 那個 雨腺細胞是真身 但是這個Tamonsifen 有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副作用 就是 它會令到 會有一個叫做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炎 英文叫做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Steato 即是脂肪 Hepatitis 即是肝炎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如果你是用Nash 即是這四個字的簡寫 去跟Tamonsifen去搜 就可以搜到 大概十篇研究報告 是由2002千年開始 就已經有不同地方的學者 就在這裡提出質疑 就是為什麼還要用Tamonsifen 如果你是有 如果有乳型肝炎帶菌 或者脂肪肝炎的人 就更加不應該用Tamonsifen 如果要改善的話 有什麼可以代替Tamonsifen 就可以用一種叫做芥蘭素 因為這個Tamonsifen 就擋住了接受體 就令到那個 刺激素沒有辦法去發揮它的作用 但是這個芥蘭素 就可以拿走那些接受體 就是說 本來就用一塊香口膠 就搭住鑰匙 令到鑰匙入不到鑰匙 但是現在就直接拆了 把鑰匙根本的鑰匙 已經沒有任何的效力了 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代替Tamonsifen也可以 因為這個是天然成分 就是 白花蛇蟀草 白花蛇蟀草和芯 就是 白花蛇蟀草裡面有種物質叫做 Ferule Lake Exit 中文叫做 阿毅酸 阿毅酸 這個就可以令到 那個血管可以散一些 散一些微酸管出來的 如果那個癌 在不夠營養的時候 或者想發高長大大營養又不夠 那這些血管真身 那些微酸管真身 就可以容易帶一些營養給癌細胞 癌細胞也都可以透過那條新增的血管 就可以去到全身的血管網 所以是有這個風險在這裡 心裡面就有一種物質叫做 叫做 叫做 Ginsenocyte 這種物質 凡是有心就有這類東西的 這個鑽傷到全身 這個是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 2007年發表出來的 也是可以增加血管真身的 所以有一個風險在這裡 那已經吃了也沒辦法 那現在如果 如果還想吃就停了它 不過博士 其實因為 剛才你說的兩個 一個叫白花蛇蟀草 和一個太子森 基本上其實很少中醫會單獨開一個 叫做白花蛇蟀草 或者太子森 去處理癌症病人 有時候他們都說配合的 是嗎 是啊 有很多種中藥都會有這個 我預計的 是 譬如說 白術 黃蓮 川芎 當歸 那些都會有 都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那個 藥荒裡面有這些成分 就 或者你考慮挑了它出來 是 我覺得另外一樣東西 我自己真的覺得有一個 因為博士說的是 他在很多研究當中看到的 一些研究報告所說 但是因為中醫學說本身 也是另外一種的 治療的方法 或者它互相會有影響 等等 他剛才我說的就是 他可能開的時候 不是單純說白術 白術 白花石草 它會有很多配搭在當中 但是我覺得 你聽完博士說的 不妨跟你的中醫 如果你用這些藥 又不要嚇壞以前 即你用了這些藥 那怎麼辦 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已經用了 還有在當時 它一定有很多的配搭在當中 如果你有任何這些疑問 亦都還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將 你今天學到的東西 或者了解了的東西 問一下中醫 問一下中醫 跟中醫聊一下 它一定不是獨步單方 開一個白花石草給你喝 我起碼聽到戒冷素 便可以幫到他 就是天液物質 代表一位 請問多個 這位叫Apple 他就問博士 風膠和月見草油 有沒有刺激素 還有知道綠茶素 有抗氧化作用 但就問博士 可不可以當綠茶素加水喝 如果是的話 綠茶素加水喝 如果是的話 水的溫度要多少呢 還有他想知道蘋果果膠 有沒有糖分 糖尿病人 可不可以吃呢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有一種叫做動物的刺激素 有一種叫做植物的刺激素 原來 譬如說 乳腺細胞裏 有兩種刺激素的接受體 有一種叫做甲型的 叫做Alpha 那就是動物的刺激素 就是黏住在那裡 跟著 就會令到細胞會分裂 增生 但是 植物的刺激素 就會黏著月形的接受體 叫做Beta 黏住了之後 就可以減少Alpha 所以 植物的刺激素 是安全的 譬如說豆漿 是可以安全的 月見草植物 那些刺激素 都安全的 但是 譬如動物的刺激素 就盡量消息 譬如說 壽司的海膽 蟹子蝦子 魚子 雪甲膏 明白 綠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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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不多溶於水 所以根本就浮上水面 你說如果要用熱水去送 那那個熱水 當時就馬上可以入得到厚的溫度 如果你當時說 譬如說沖茶那些很熱的水 或者是要煮咖啡的那些好熱水 你當時能不能夠 馬上入到厚 你入不到厚 那些熱水 亦都會破壞健康食品的結構 就是用這個入口的來做一個指標 即溫水 第三就是 蘋果果膠有沒有糖分 這個糖尿病是否可以吃的 蘋果果膠 看你的純度有多少 如果純度很純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了一些糖的了 那那個蘋果果膠 譬如說在蘋果皮那裡 可以提純度出來的 那… 但博士是甜甜的 是的 他是這樣的 提純的東西 就一定不是100%的 是 譬如說如果你是98%的提純 那麼你2%就算是雜質 全部都是糖尿也是2% 嗯 但如果你是40%的提純 你有60%的其他的問題 但營養標籤就不會看到的了 即是他的提純度 因為很多朋友不認識的 我只知道這一瓶叫蘋果果膠 但我不知道 我的提純度是100% 98%還是怎樣的 是的 應該呢 這個人是所有的 售賣健康食品的那些 商人都要隨時有這些資料 可以拿到出來的 即是說他有一個叫做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即是分析報告 就是他 他一定要知道 裡面有沒有些重金屬患 因為凡是在泥土上 上面 種出來的東西 都要檢查他有沒有重金屬的 不過他很小隻的那些字 經常都覺得 即是跟老花有關 我覺得要放大鏡 所以之前有人說過 那些字眼那些 要限定那個form size 不過現在還未做到這件事 我們快點問一下 那這位Maggie 他就說 見到市面上面 那個酸生酸 有幾種 我照讀我不是很明白 應該怎樣選擇 例如 他上面寫了以下這段英文的 叫做Free Radical Scarvenger Extra Strange 那有什麼分別呢 你說那個叫劉生酸 我打錯字下手 劉生酸 劉生酸叫做Alpha Lipoic Exit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不會買錯的了 那它那個Extra 它本身就是很具抗氧化作用的 所以它其實是 有一點點多餘了 即是 好像廣告口吻那樣 但這個就是 很厲害的抗氧化 其實沒有分別的 它不會說加工了之後 它的抗氧化會比較厲害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具抗氧化功能的劉生酸 如果它說勁勁勁 其實它只有一個字 劉生酸 因為劉生酸 就是代表一種物質 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 不會說因為 它加了一些東西 如果加加減減的結構 那個就不是劉生酸 即是那個Extra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它就是抗氧化 即是廣告口吻 另一位 他就說 膝蓋哥 同食鈣片 正葡萄糖 哪有些 是否要混合洋蔥 一起吃才有效果 他就提到劑量 每天100mg 是否這樣 白泥爐順 一天吃多少mg 建開產品 是否要這樣 一次過吃完才可以 還是他很擔心這件事 身體有兩種骨 一種叫做硬骨 英文叫做崩 如果硬骨主族問題 叫做骨質梳鬆 英文叫做Osteoporosis 骨質梳鬆 一般是不會痛的 人是彎曲 但如果是軟骨主族問題 軟骨叫做Cartilage 問題就叫做關節炎 Arthritis 如果你吃的鈣片 和鈣片葡萄糖 就是幫助軟骨細胞做軟骨 可以舒緩軟骨退化的問題 關節炎的問題 關節炎的問題 但如果是鈣片 一般來說 是有關骨質梳鬆 硬骨的問題 但剛才他說 如果他要去處理 他就要想清楚 是骨質梳鬆 還是出現了關節炎的問題 是這個意思嗎 骨質梳鬆 是骨質梳鬆 如果是關節炎 通常會有些痛 因為沒有軟骨那一層 硬骨碰硬骨便會痛 但你不是說過 如果我們吃葡萄糖 為什麼有用 那些人沒有用 除了時間之外 亦是跟他拍著一個天然食品 下去的話 更加發揮效果 因為這樣 什麼叫做炎呢 炎 炎即是免系統要出兵 免系統為什麼要出兵呢 就是當我的軟骨組織 勞損退化的時候 就會暴露出新的結構 在免系統未見過 於是以為敵人來了 於是便出兵了 出兵如何出發呢 就會分泌出動一種酵素 叫做透明質酸梅 就會將軟骨內的透明質酸消化 透明質酸有兩種成分 一個叫做葡萄糖胺 叫做Acetylglucosamine 另一種叫做軟骨素 叫做Glucosamine exit 在吃葡萄糖胺的時候 就好像麵盤在漏水 你又加點水 但你一邊加一邊漏 因為漏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酵素 叫做透明質酸梅 在攻擊軟骨組織 所以在吃葡萄糖胺 在吃的時候就OK 就好像不要惡化 但一停止吃 就一樣會惡化 所以要處理問題 還要處理消化透明質酸的酵素 叫做Haironidase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在黑莓 黑莓裡面 就有一種物質 就可以抑制酵素 所以最好黑莓 和黑莓提順 和葡萄糖胺一起用 效果會好很多 其實是否用葡萄糖胺或軟骨素 加黑莓 其實都可以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葡萄糖胺通常和軟骨素都拍檔 對 再用黑莓素就可以 加上近來感冒流感高峰期 黑莓素又可以 那是黑加輪子 黑加輪子 對 兩樣東西 現在有兩分鐘時間 請博士解答這個問題 這位Nic 在Inbox告訴我們 他有再生障礙頻血慢性 其實在營養飲食 有沒有什麼改善病情 有一種東西叫做 叫做 叫做 紅月球新成素 英文叫做 Evipointing 就是 在 未出生之前 肝是分泌出來的 出生後 腎是製造的 如果一個人 開始有些 腎衰竭 那些問題 通常都會有 憑血問題 因為腎衰竭 就製造不到 紅球新成素 那時候怎樣辦呢 就是 可以叫肝 重新 撻上肝的機制 他懂的 不過出生之前做 是 但他做完之後 他就收檔 即是說 現在你要叫他開 他 有什麼方法叫他開 這是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出來的 就 用一種東西叫做 紅景天 紅景天 因為叫做 Rodeola 紅景天素 叫做 Salingrocyte 如果你買到紅景天素 就更加好 那 紅景天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西藏一種植物的根 是很名貴的一種植物 以前就是進貢比清朝的貢品 但紅景天就不包括中國弱點 因為它是西藏的藏藥 不是中藥 博士你有30秒 哦 用於紅景天 即是死於紅景天素 就可以改善那個頻率的問題 他就說 家人經常每個月都受到扁桃腺發炎困擾 有什麼健康食品可以幫到手 不是 有些朋友真的很煩 扁桃腺這方面 扁桃腺發炎 可以是一些病毒引出來的 每個月都有 發炎 發炎意思是 免疫系統要出兵 即是有些地方受傷 可以用抗氧化方法 就是減少了一種叫做無菌發炎 嗯 如果他每個月都會有的話 就這樣 譬如說昨天也沒有的 今天就有了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呢 就一定有些東西引發他 那要引發他的話 要不你譬如說 喊得太厲害 扯傷了一些組織 就引起無菌發炎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感染得到 就要看個人的衛生 有沒有小心點 或者是吃點東西 有沒有洗乾淨 煮乾淨 病從口入 那樣 如果是 如果是自己覺得 應該是病從口入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 天然成分叫丁香醇 丁香醇就可以殺死細菌 又可以 症菌又可以 病毒又可以 丁香醇 大家留意 好 另外一條問題 他就說 葉酸 和銀杏葉 如果有血壓高的朋友 可以經常吃嗎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那些是抗氧化的 葉酸就是維他命 維他命一種 對身體有益 銀杏葉都是沒問題的 銀杏葉 主要是抗氧化的 OK 有血壓高的話 沒問題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銀杏是有毒的 所以他們會擔心 會不會吃得多 這些不太好 銀杏葉 如果你說到銀杏葉 我想它不是拿著葉 而是咀嚼 應該是 提損了 是 是 銀杏那裡提損出來的物質 OK 下一題 這個要留心聽 因為這個也有複雜 複雜 它說MG和純度的關係 如果一天洋蔥數需要1000MG 這個產品就這樣寫 它說是500MG斜線 粒乘二 即是一千 如果它的純度低 又未能達到效果 那又怎樣呢 標籤上又找不到它的純度顯示 那我不是應該就這樣 500MG成兩粒 還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剛才說 黑加倫指數 陷入花青素 我想它是上星期的聲音 是否有助視力 還有 博士提及過 不懂得喝牛奶 奶粉又合不合喝呢 總共有三個問題 一個一個來 先講MG和純度 如果你買健康食品 公司有些資料 經常都可以 你問它 應該可以拿得到 就是它要告訴你 純度是 例如說 40% 80% 如果不然 你怎樣去比較兩個牌子 應該買哪個好呢 有時候 不是最便宜的 一定是最好的 或者不是最貴的 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就要問售課員 那它這個資料 應該是隨時可以拿得出來 但它多數都不懂 是的 不是 是真的 它一定不會的 你不用笑 一定是 它又可能是拍餐 那你就可以打電話去那間公司 即是打問問它 即是那個產品公司 如果這樣說 它一天要吃洋蔥素 1000mg 即是說 如果它兩顆 即是幾個品牌 我當作 每個品牌都說 自己一顆是500mg 其實每個品牌都要吃兩顆 也不代表它吸取了一樣的洋蔥素 其實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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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Lypofusion 脂血素受到藍光刺激 會顯示一種氧化性很重的氧油尼基 叫做A2E A2E會傷害眼睛 現在要找一些方法 中和氧化性物質 但眼睛有一個結構 叫做血管視網膜屏障 不能容許任何東西 就可以入到眼睛 能夠穿越血管視網膜屏障抗氧化的東西 其中一個叫做花青素 叫做Anthocyanin 很多漿果都會有 黑加輪子 藍莓、紅莓 小紅莓都有 這有幫助 最後,博士你說不適合喝牛奶 我們曾提過 奶粉適合喝嗎? 應該這樣看 牛奶當然只有母牛才有 母牛在懷孕 懷孕了人 生過牛仔的母牛才有奶 但當母牛在懷孕 或是一個女士懷孕 其實那個乳腺都可以製造乳汁 但因為胎在這裏 胎盤分佈很多 叫做Progesterone 這個叫黃體銅 黃體銅就不能抑制乳腺 令它不能將奶 可以擠出來 但當胎離開了母體 即是分辨的時候 黃體銅就大減 於是乳腺就可以將乳汁射出來 但在懷孕的時候 見到農夫有這麼大塊的乳房 這麼多奶 一定會想將乳汁射出來 但當乳汁射出來 就沸了很多黃體銅 黃體銅是可以致癌的 所以如果你是喝牛奶 喝到是當水 一口喝一杯 一口喝一杯 就會喝到很多黃體銅 還有 當母牛生了小牛之後 譬如說 有三個月有很多奶 之後就慢慢少了 為了要擠它 最後都會擠多些出來 最後一滴奶汁都擠出來 都會和母牛打針 叫做 類移倒數生長 因至IGF1 這個就會 經過乳針就會 被人家吸收了 被人家吸收了 這個東西也會引起 細胞會增生 所以為何不要喝那麼多牛奶 如果那些奶粉 其實它的成分 是否都是由牛奶演變而來 是呀 是呀 脫了水 還有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譬如說 你現在喝 因為這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公司有些女同事 就是生了嬰兒之後 回公司做事 會找些時候去泵她的奶 那些瓶奶 如果你要看一看 那些瓶奶 就可以成為兩層 即是會分為兩層 一層就是 液體一層就是 油溶的東西 但是買牛奶 你從來不會看到 它分為兩層 是的 因為它把牛奶的奶 打到很細粒 細粒到它的密度 跟水一樣 所以你怎樣放 它都不會沉澱成這樣 本來那個密度大的時候 就不容易吸收 但現在密度小了 小孩的嬰兒就容易吸收 所以喝牛奶或奶粉的嬰兒 是肥一點的 因為它吸收多了 明白 其實那些奶 一定不是天然 因為它打碎了它 打碎了particles 我這樣聽的話 其實都不宜 即是在博士的角度 不宜多喝 即是牛奶或奶粉都 你可以這樣說 牛奶是給牛喝的 這個說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人 用引述這句話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我聽過一個法師說 牛奶是給牛仔喝的 你怎會給別人喝的 博士剛剛也是這樣說 牛奶也是給牛喝的 這位朋友 他會幫媽媽來諮詢 有關糖尿病的問題 據說有兩種食法 我想在說食療 天然物質食療 第一種叫NAC 英文叫做N-A-S-Talcystine 另一種就是洋蔥素 他重溫我們的電台節目 多謝你先重溫 他提及過綠茶素和洋蔥素去控制血糖 是否適合他媽媽 另外剛才說的NAC 是甚麼食物提煉出來 他說希望博士可以盡快答覆到 可能他緊張媽媽的病況 如果一個人 他的胸膚血糖已經去到15 或者20 其實真的要打二倒數 去逼清走血糖 你要記住 所有的藥 不會令到唐人間蒸發 他只不過是把血裡的葡萄糖 推入脂肪細胞 肌肉細胞 或者肝細胞 但如果真的有這麼多糖 就要排紅 即是把它直接拔出來 怎樣排紅 就是我們的腎 就是用來過濾血液 裡面的新陳代有些廢物 腎就有一個東西叫腎小球 就是一個燒機 有些縫隙可以被廢物過濾出來 那些縫隙也會被葡萄糖過濾出來 那些葡萄糖便排出來 原來這個腎有另一個機制 就把各類出來的葡萄糖 要回收回到血裡 那些回收機制 就有一個很關鍵性的蛋白質 叫做SGLT2 於是藥廠就這樣想 如果能夠抑制到SGLT2 或者減少SGLT2 那腎便回收不到這麼多葡萄糖 大部分葡萄糖便排出來 就搞定 就不需要慢慢想辦法推入細胞裡面 那麽就去年 就真的有一種藥 就是FDA通過了 叫做Glytruxin 就是抑制SGLT2 但其實有一個天然成分 叫NAC 叫做N-Acetyl-16 那NAC有什麽好處呢 原來當血裡有葡萄糖 葡萄糖便會刺激胰 分泌胰糖便會刺激胰糖 因為腎是有SGLT2 中間這個機制是同一個氧化性的過程 所以如果用一個抗氧化的NAC 就令到腎沒有SGLT2 完全沒有SGLT2 就可以很快便把葡萄糖便排出來 那你怎麽知道有沒有效呢 通常你吃完飯後2個小時 血糖很高 那如果你是每一頓飯之前吃1克的NAC 那你吃完飯後2個小時一量 血糖便會低了 因為那些血糖便經過腎已經排出來 那另外一個呢 洋蔥素那個 洋蔥素綠茶素的機制今次不同 它就令到胰分泌多些胰島素 那胰分泌多些胰島素 就可以有多些能力去處理血裏的葡萄糖 是 那兩種都不同 要效果看看體質疑疑 以及什麽情況導致糖尿病 我相信是嗎 兩天都用 兩天都用 好 另外很快問多個問題 還有3分鐘的時間 這位朋友就說 食健康食品會否影響到腎的健康呢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肌質有濕疹 那有什麽天然食療 或者天然物質是可以幫到手的呢 剛才剛才說的NAC 對腎非常好 因為腎通常受傷 就是一個叫腎小球發炎 叫Glomerulonephritis 這個腎小球發炎 大部份是養油離機引出來的 所以如果用抗氧化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NAC 就是一個天然的保護性的天然成分 那些是對腎的 那些濕疹就是因為 那些濕疹就是因為 其他天然物質的 不會影響到腎還是怎樣 即是他擔心 NAC當然是對腎好 其他會不會吃太多 又會對腎不好 不會的 那些腎其實是一個 一個燒機 我們過來的東西 如果它是很少天然成分 分子量大到五萬三千 那些是蛋白質的分子量 所以那些天然成分 就是在腎裡排出來 即是你會擔心腎 你吃了那些腎食品 太快把那些成分排出來 就不是擔心 即是反而擔心它留在這裡 即是擔心它吃了之後 排走了沒有用 對 很快排走出來 那濕疹呢 濕疹有什麼天然物質可以幫到它 他的兒子 濕疹就是要控制皮膚下的肥大細胞 因為它如果一受到刺激 它就要分別一種物質 叫做組織胺 組織胺就會舒張皮膚的微酥管 那時候那些水就滲出了微酥管 但皮膚就是一個結構 不能隨便讓水可以穿過 現在微酥管就舒張了 水就滲出來了 但就出不到皮膚 於是就滾在皮膚下面 滾在皮膚下面 頂住皮膚的神經抹梢 當然會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 揮之不去很癢的感覺 所以最關鍵的東西 就要控制肥大細胞 不要分泌那麼多的組織胺 就可以用洋蔥素或者綠茶素都可以 洋蔥素或者綠茶素都可以 或者兩樣加起來更好 透過抑制一個叫做 早膽白去月流氓 叫做Histidem decarboxylis 就是 對不起 叫做Histidem decarboxylis 就會減少造脂肪 令到微酥管會舒張 就可以減少又紅又腫又癢的問題 寫了一封信給博士 他說今年62歲的他的頸骨 第五節和第六節是退發 這個是經過醫生他的檢驗 一個驗證之後發現 他是有一個退發問題 加上每當聽完電話之後 我想他拿起電話 一會的時候 他右手又避了這個情況出現 避了 他說想吃什麼食品可以幫到手 這個問題一 問題二 他右耳 神經退化 在吃蘋果果膠 兩顆每一天 還可以吃其他的健康產品 健康食品 他說已經發覺到 他的耳鳴已經改善了兩成了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退化問題 好嗎 博士 我們的脊椎裡面有一條很重要的神經 叫Spinal Cord 為了要保護這麼重要的神經 我們有一圈的骨 骨骨 就包住它 如果是一個水喉通 那就非常之有效 但是這樣屈不到身 於是一個節衝方法 就是一段一段的脊椎骨 就包住這個這麼重要的神經 那那個硬骨 脊椎的硬骨 骨和骨之間 就有一段的軟骨 叫做椎間軟骨 有人叫做椎間盤 什麼叫做軟骨呢 軟骨就是一些軟骨細胞分泌出來的物質 所以軟骨就跟硬骨不同 硬骨裡面可以有細胞 可以有血管 軟骨好像有些手指甲一樣 有些物質來的 沒有細胞 沒有血管 現在軟骨就盧損了 軟骨盧損了 那個硬骨就可以壓住神經 因為沒有細胞 沒有細胞 可以保護神經 因為神經有些分支出來的 那些分支就是在脊椎和脊椎之間的空隙 但如果這個椎間軟骨是扁了 或者是虧了 那些硬骨就會壓住那些分支出來的神經 那會怎樣呢 我們的神經細胞 就在細胞外面 就有些叫做蠟的東西 就貼住在細胞外面 譬如說現在有人拍你肩膀 那一拍就把那些神經細胞外面的蠟 就拍了進去神經細胞裡面 那些蠟是帶靜電的 突然之間很多靜電進了神經細胞 就剛擾了細胞裡面的正負電平衡 那這個就會引起一個電流 那如果你拍得很大力 那感覺很強 如果你不拍 不拍肩膀當然沒有感覺 那現在呢 譬如說她的手麻痺 即是沒有人觸碰她的手 但她也有一個感覺 因為神經細胞受了傷 於是由神經細胞外面帶靜電的蠟 就放進去看了電流 於是覺得有一個感覺 這個就因為軟骨組織追加軟骨 是虧了 退化了 那製本的方法 就要增加軟骨物質 軟骨物質裡面就叫透明質酸 那有什麼健康食品可以增加透明質酸呢 那裏有個研究報告 是來自日本的益力多研究所 那他就說原來在黃豆裡面有種物質 叫做大豆二黃銅 它可以增加透明質酸 那就可以修補軟骨 那怎樣修補受了傷的神經呢 以致不要令到它會麻痺呢 就有一個健康食品就是叫做月流浴鹼 這個是細胞裏面製造能量 中間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物質 叫月流浴鹼 是一個天然成分 是 這個可以修補神經 所以可以用月流浴鹼 還有用大豆二黃銅 可以幫助它不會有麻痺 還有不會有痛的感覺 至於他那個左耳神經退化問題 其實他吃蘋果果膠 他就說有兩成的情況 以名改善了 他用得對不對嗎 那個 如果他有兩成改善 即是說有些東西做對了 如果不是 就少少都沒有改善 那既然有些東西做對了 那怎樣可以令他更加對呢 要不就分量多些少 健康食品就是這樣 要不就分量多些 要不就服飾的時間長些 那就是說如果他有一成的改善 之後有兩成的改善 即是說這個劑量應該就可以了 但如果再高些 譬如說醫生說你每天喝一杯水 那你說可不可以喝兩杯 那沒問題的 因為這個蘋果果膠本身不是藥 沒有一個不用顧慮到 藥通常都有的叫毒性劑量的顧慮在 那他想不再配其他健康食品呢 如果他本來已經去買那個月流浴鹼去修補神經 就都不多不少可以幫到他 那耳鳴有兩種 一種就是純粹耳鳴 一種就是耳鳴合起來 有些音域是高音低音聽不到 如果他那個真的連高音低聽不到 因為神經都受到傷了 所以月流浴鹼也可以幫到他 收到了 那John可以聽一下博士的意見 多謝你的來信 這個時候聽一下電話旁邊有梁太在這裡 梁太早晨 早晨兩位 有什麼問題想問博士 我就是吃了綠茶素 那我的DNA就五十七 那我就聽博士說去打針 但是我去打針 那醫生說 你也是帶菌的 所以打都沒用 所以都不肯幫我打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的喉嚨 整天都好像有些痰塞著 就是吐了出來 咳了出來 整天都是這樣 所以塞著我 有時候講話也講不到 嗯 即你是一個月圓肝炎大菌者嗎 是啊 嗯 一個月圓肝炎大菌者 醫生跟她說 她說你不用打針 打都沒用 但很奇怪 如果你去打一個流感針 你會有抗體對付流感 那為什麼你打月圓肝炎針 是不會有抗體呢 原來這個月圓肝炎的病毒 她就懂得製造一個蛋白質 叫做IDO 這個就是我們免疫系統 收兵的一個酵素 譬如說你現在 有些細菌入了身體 你免疫系統就馬上出動 就要打那些細菌 好了 打死了 沒有細菌好打 那免疫系統就要收兵 那怎樣收兵呢 就用一個酵素叫做IDO 那現在這個病毒又有收兵的酵素 所以當你的免疫系統想打它的時候 它立刻叫免疫系統收兵 那就做不到抗體 那怎樣可以按低這個病毒的收兵酵素 以致你的免疫系統可以打到它呢 那個健康食品就叫做綠茶素 所以你吃綠茶素就可以 讓你的免疫系統有能力可以攻擊病毒 之後呢 就可以有零的突破 就是會有些抗體出來 那之後再打些針 就可以有一個鞏固針 那我現在所說的那些東西呢 就是 是比較學術性 那有些 有些醫生他平時 沒有看到研究報告 會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有些醫生就肯打的 嗯 就 我司儀你是來過我那個店那裡的 要不然你來 我拿個報告給你看看 是我不方便在那裡告訴你哪個醫生 所以你如果來到我那裡 我會告訴你哪個醫生 嗯 好的 多謝梁太你的電話 是的 是的 另外看看Facebook方面 我想這位姓廖的 那阿廖女士呢 她說她本身很想生育 但是書籃館左側 通而不暢 有少量的積水 右邊的尾部的散端呢 是完全是阻塞了 有積水 請問有些什麼的 就是保健食品可以幫忙 博士 那如果你是阻塞了呢 可能是一個書籃館 可能受個傷 纖維化了 那纖維化了呢 就好像光硬化那樣 就令到那個微書館 那個壓力會大增 那微書館大增 那那個壓力會令到微書館 那個壁呢 就會滲一些水出來 是 那這個呢 就可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又會滲水 那怎麼可以處理 這個纖維化作問題呢 就是纖維呢 通常就是叫做膠原蛋白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有些監管呢 就好像亂七八糟那樣 堆在一堆 就不斷地填了那些傷口 那如果要清走這些纖維呢 就可以用一個烤素呢 叫做膠原蛋白煤 叫做MMP1 那有一個健康食品呢 叫做五強黃酮 就是一個韓國的一個醫學院的研究 那它呢 就可以 可以增加多些MMP1 那健康食品的通俗的名稱呢 叫做洋蔥素 那 或者你可以試試用洋蔥素 洋蔥素很好的 它有其他的保健作用 嗯 好了 電話旁邊聽完這個電話先 有馬小姐在這裡 馬小姐早晨 我是呀早晨 麻煩你 請問博士有什麼問題呢 我想請問博士呢 不知為什麼呢 我最近呢 那些韓腺分泌得很厲害 還有它很黏 影響到整個人很重很聚 我想問博士 可不可以有辦法可以處理到呢 一個細胞呢 就是有一個通道叫做CFTR 這個是港大前校長徐立茲發現的 那麼細胞呢 就透過一個通道呢 就將一些物質叫做 帶負電的物質叫做綠 就推出細胞 那麼現在細胞呢 就少了一些負電物質呢 於是就多了一些正電物質 就是相對來說 於是細胞就在另一個通道 叫做納的通道呢 就將一些正電物質叫做酵 就推出細胞 那麼現在細胞外面呢 就有正電的納普電的綠 就是酵硫氧 就是鹽 就會引出滲透作用 那些水就拉了出來 所以就出汗了 所以要減少一些汗呢 就要抑制這個CFTR的通道 那麼長話短說呢 抑制它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用苦瓜素 或者洋蔥素都可以的 苦瓜素洋蔥素 是不是去哪裏賣的 你去你家附近的 洋蔥素就很多地方都有 苦瓜素就不一定很多地方都有 那如果你想快點好回來呢 就洋蔥素加苦瓜素 其他那些保健食品店 即環頭環尾那些就有了 會不會是潮熱呢 我就是不清楚 如果已經踏入更年期 可能這個不是出大罕的問題 可能是潮熱的問題 那這個就完全不同的解釋 就是可以用一個叫做黑星麻 就可以幫到你 嗯 多謝馬小姐的電話 這個時間呢 我們應該回來 當然會繼續解答 其他聽眾的問題 回答一下Facebook的聽眾問題 Natalie問博士 她說她左邊的鼻 經常流鼻血 經過這個專科醫生的診斷 是因為這個鼻骨歪了 還有有一小個血管生長了 在這個歪了的鼻骨之上 所以她每次很容易都會弄傷 那個血管就會流鼻血 唯一的方法 就用電擊 就電一電療血管 我想請教博士 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這樣做呢 如果不這樣做了 可不可以有些保健食品幫到手 如果是真的有個鼻骨 而是影響到它流鼻血呢 那個鼻就很少會自己動來動去 如果那個鼻骨是真是主因的話 那她的流鼻血就24個小時不停地流 因為那個鼻骨經常都在那裡 那怎麼說 比如說如果我有半個小時不會流鼻血的 那半個小時的鼻骨就怎樣 就是OK了 那之後流的時候就不OK了 所以如果是你真的24小時不停地流血滲出來 就可能是鼻骨 但如果不是的話 另一個簡單的可能性就是 可能你不夠維他命C 原來是這樣 原來你知早上流血 就一定有些血管爛了 那些血管就一定是小血管微酥管 那微酥管那個血管壁就有些叫膠原蛋白 那麼膠原蛋白我叫做Triple Helix 就是三條蛋白 就像泵邊一樣泵出來的 那之後就要好像紮鐵一樣紮住它 不然它會打散了 那麼紮的過程叫做Hydroxy Pollination 那就一定要有少少維他命C才可以做得到 或者你試一下用簡單方法去屈城市萬寧 或者其他地方買一些保健食品店的地方 就去買維他命C 你吃一個星期看看會不會改善到 這個就是很多個人護理產品店都有收入 可以去找找 好 先聽一下一個電話 這位聽眾林小姐已經在 林小姐早晨 早晨 有什麼問題想問博士 想問膽石除了做手術 食品可不可以讓它自然排出體外 還有在網上看 說喝我一些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可以幫到排膽石 即是那些挫詐橄欖油 對 對 不知道真是假的 如果有人跟你說你要戒口 或者你要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他說得出一定有一個原因 你就問他 原來是可以的 為什麼 如果他說不出的話 就當他有心就算了 因為很多網上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此時而非 所以你一定要問清問錯 才放些東西進口裡 那 Extra Virgin Oil應該不會失敗你 但如果你吃了一杯 你說沒有用 他說第二杯又沒有用 那就是有少少問題 膽石裡面有80%都是膽固信 譬如說如果你現在吃了一些肥利液 你的小腸就要求膽分給一些叫膽酸 叫Bio Acid 就用來幫忙消化 那消化好之後 小腸就將一些膽酸 就送回到膽囊裡 下一次又要它用出來 就是循環這樣用 但如果現在有一個方法 可以將那些膽酸排出體外 那第二次吃肥利液 你膽就沒有膽酸了 那膽就被迫要製造一些新的膽酸 就在膽石裡面的膽固信 就抽些膽固信去做膽酸 那你的膽石就縮小了一點 因為少了膽固信 那你每一次都將膽固信排出體外 那這個膽就很忙了 每一次都要抽些膽固信出來 那膽石就會越來越細了 那你可以在網址上 你可以這樣搜 一個叫Gallstone Gallstone就是膽石 然後之後就是Gallstone Gallstone 一個字來的 Gallstone 有第二個字就是蘋果果膠 P-E-C-T-I-N P-E-C-T-I-N 可以看到一些研究報告 就可以縮小 叫做Regression R-E-G-R-E-S-S-I-O-N 這三個字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研究報告 好啊 麻煩你 希望能幫到你 林小姐 好啊 麻煩你 拜拜 另外呢 就看看我們在Facebook 有個停座 Conny 她說她和兒子 經常都是感冒完之後 氣管敏感 咳得好辛苦 而且一咳就咳成一個多月那些 就算不再咳了 氣管都會很不舒服一排 看幾次醫生 一路吃著一些的氣管藥 都差不多吃了一個月 才叫有好轉 她吃氣管藥期間 都有吃洋蔥素 綠茶素 各一茶匙 一茶匙 那想問博士 她和她兒子 都是因為感冒 而引起氣管敏感 是不是需要再加一些螺旋 做的 醉糖腹芳 如果是的話 那份量要怎樣吃呢 是的 我要加螺旋和醉糖 先講那個原理 譬如說 現在你有三粒四粒的感冒病毒 就在氣管那裡 看守氣管的一種免疫細胞 叫巨細細胞 就看到病毒 一走過去 一口就吃了它 消化了它 這個問題就搞定了 但如果你現在是大感冒 那時候 氣管就不是三四粒的病毒 可以是三萬四萬的病毒 但這個氣管 未必有三萬四萬的巨細細胞 正是拿得做出來 那時候免疫系統就要升級了 那時候 看守氣管的一些淋巴細胞 就會分別一些叫做抗體 抗體就會捉住病毒 之後就通知看守氣管的第三種細胞 就叫做肥大細胞 肥大細胞就分別一種物質叫做組織胺 組織胺就輸張氣管的微酥管 目的就想將血裡的那些巨細細胞 就將它湧出來 但這樣 那些水和蛋白質都會滲出微酥管 滲出微酥管 進一步滲出氣管 水和蛋白質混合就叫做黏液 那時候又不是多到可以咳得出來 但足夠讓你的氣管很癢 於是就慢慢咳 但有什麼幫助呢 博士 就要用一種叫做螺旋組的聚糖 和酵母的一個月聚糖 就將免疫系統的一型反應 因為太多病毒就升到二型反應 然後將二型反應再搬回到一型反應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方法就對了 總之來說 謝謝Conny的這個問題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博士說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 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嘉賓意見 陳先生早晨 各位主持 顧教授你好 顧博士早晨請說 我想請問有萬聖遺炎 已經十幾年了 五年前趙遺頸說我輕度搶化增生 一個星期轉回趙 我轉到中度搶化增生 搶化增生 是的 萬聖遺炎令到搶化增生 我問醫生醫生說西藥就不能將它回頭了 我想請問有什麼方法 保健食品可以將它保住 不要作惡化下去呢 請問你有沒有很多遺棄 沒有的 這樣就 搶化增生就是因為 胃炎 炎有兩種 什麼叫做炎呢 炎就是免疫系統要出兵 出兵的動作叫做發炎 免疫系統有兩種情況要出兵 一個就是有敵人進入了身體 譬如說有些細菌去了鼻鬥 鼻鬥發炎 但原來有另一種炎叫做無菌發炎 無菌發炎就是譬如說胃酸太多 刺激過胃壁 胃壁就發炎 這個就不是細菌引起的 譬如說有些人有脂肪肝 引出脂肪肝炎 這個又不是細菌引起的 什麼叫做無菌呢 就是原來每一個細胞都有細胞膜 包著很多東西裏面 傳來新的免疫細胞 臨巴細胞根本看不穿細胞膜 但是如果細胞受了傷 譬如說有些胃酸過多 有些東西漏了出來 一看 咦?未見過 它以為敵人來了 它噴一些養油尼機 想氧化 想消死敵人 這個引出它的發炎 驗一下驗一下就會有變化 所以叫做腸化身 有些腸細胞的特質在 這個就是胃癌的前期 很小心 先先如果要預防胃癌 就可以用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增加那個癌抑制基因 這樣就將那些 萬一已經是癌變成細胞 就逼它自滅 刁亡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 因為胃酸太多 而引起胃的發炎 你要去處理 通常如果你不是因為 悠無狼酸菌而令到胃酸太多 即你說沒有胃氣的話 就可能是你吃飲不定時 於是胃經常都分別胃酸 所以你經常都要吃飲不定 就算你吃不到一頓 你都吃兩塊餅乾頂住 或者如果你是喝很多 很多咖啡的 黑咖啡就是 五六糖奶 那些咖啡飲很多 會刺激胃逼 那你會戒掉這件事 然後消炎 就是用一些抗氧化的方法去消炎 那麼很多抗氧化的健康食品 你去附近的健康食品店 他就可以介紹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是 剛才你說的 即他可以用綠茶素 是嗎 綠茶素 本身都有抗氧化的 是 如果你是怕自己 防止他胃癌 就安全一點 三餐前吸收好一點 前五分鐘 三餐前多吃一個平的茶匙 綠茶素 嗯 除了綠茶素 還有什麼他要做的 有沒有其他 你覺得 改變飲食習慣 對 要吃東西真的要吃 因為你的身體 你的胃不覺 現在就分別胃酸 但是又沒有去承受胃酸 因為胃酸就消化胃了 OK OK嗎 陳先生 我想請問你 那個抗氧化的增生 是分開多少個 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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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抗氧化的增生 就是告訴你 有些細胞已經開始容易變 所以 那個其實是很危險的 分分鐘就可以變成癌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監測自己身體 在飲食上 剛剛顧博士說了兩個重點 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預防 都可以的 先說這個 這位是Bonnie 她說 你好 她是一位 我不知道怎樣讀 H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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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2的軟鴨患者 沒有擴散 已經完成化尿和標靶 吃了一隻叫做 Tamon-Siffen 的荷爾蒙治療藥 一年多 我想問顧博士 可以吃什麼補健 或者沒有食物的份量 次數如何 還有 她在看了一年中二 聽到之前節目說 吃百花蛇蟋草 會令到血管增生 記得醫師之前 有經常吃百花蛇蟋草 吃了怎麼辦 現在還有開太子心 之前你說過 不應該吃心 對於她的情況 博士有什麼建議給她 Tamon-Siffen這個藥 就是可以阻止身體的痴激素 不能夠接受 不能夠埋身 不能夠黏住一個痴激素的接受體 用這個方法 就是防止乳腺細胞是真身 但是Tamon-Siffen 有一個不太好的副作用 就是它會令到 會有一個叫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炎 英文叫做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Steatohepatitis 即是脂肪 Hepatitis 就是肝炎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如果你是用Nash 即是這四個字的簡寫 去跟Tamon-Siffen去搜 可以收到大概十篇研究報告 由2000年開始 已經有不同地方的學者 提出質疑 為何還要用Tamon-Siffen 如果你是有原肝炎帶菌 或脂肪肝的人 更加不應該用Tamon-Siffen 如果要改善的話 有什麼可以代替Tamon-Siffen 可以用這個接受體 令到刺激素沒有辦法發揮它的作用 但這個芥蘭素 就可以拿走接受體 即是說 本來用一塊香口膠 搭著鎖匙孔 令到鎖匙入不到鎖匙孔 但現在就直接拆了鎖 根本鎖匙 已經沒有任何效力了 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來代替Tamon-Siffen 因為這是天然成分 白花蛇蜘草 白花蛇蜘草和芯 白花蛇蜘草 裡面有種物質 叫做Ferulic Exit 中文叫做阿毅酸 阿毅酸 這個可以令到 血管可以散出微酸管 如果癌不夠營養的時候 或者想快高長大 營養又不夠 這些血管真身 微酸管真身 就可以容易帶點營養 給癌細胞 癌細胞 亦可以透過那條新增的血管 就可以去到全身的血管網 所以是有一個風險 心裏面有一種物質叫做Gensinocyte 這種物質 凡有心就有這類物質 這個轉身裏面 這個是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 2007年發表出來的 也是可以增加血管真身 所以有一個風險 已經吃了都沒辦法 現在如果還想吃就停了它 不過博士 其實因為剛才你說的兩個 一個叫白花蛇蠍草 和一個太子森 基本上其實很少中醫 會單獨開一個叫白花蛇蠍草 或者太子森 去處理癌症病人 有時他們都說配合 是嗎 是呀 有很多種中藥都會有這個 我預計的 是 譬如說 白術 黃蓮 村公 當歸 那些都會有 都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藥房裏面有這些成分 就 或者你考慮挑選它出來 是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真的覺得有一個 因為博士說的是 他在很多研究當中看到的 一些研究報告所說 但是因為中醫學說 本身也是另一種治療的方法 或者互相會有影響 還有他剛才我說的 就是他可能開啟的時候 不是單純說白術 白花蛇蠍草 他會有很多配搭在當中 但是我覺得 你聽完博士說 不妨跟你的中醫 如果你在用這些藥 又不要嚇到以前 你用了這些藥 那怎麼辦 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已經用了 而且當時一定有很多的配搭在當中 如果你有任何這些疑問 也還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將 你今天學到的東西 或者了解的東西 問一下中醫 問一下中醫 跟中醫聊一下 他一定不只是獨步單方 開一個白花蛇蠍草 我起碼聽到 戒懶數就可以幫到他 就是天意物質來說 好了 問多代表一位 請做問多個 這位叫Apple 他就問博士 他說 風膠和月見草油 有沒有刺激素 還有知道綠茶素 有抗氧化作用 但是就問博士 可不可以當綠茶素加水喝 如果是的話 綠茶素加水喝 如果是的話 水的溫度要多少 還有 他想知道 蘋果果膠 有沒有糖分 糖尿病人 可不可以吃 這樣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有一種叫做動物的刺激素 有一種叫做植物的刺激素 有一種叫做植物的刺激素 原來 譬如說 乳腺細胞裏面 有兩種刺激素的接受體 有一種叫做甲型的 叫做Alpha 就是動物的刺激素 就是黏著 然後 就會令到細胞會分裂 增生 但是 植物的刺激素 就會黏著 乳形的接受體 叫做Beta 黏著之後 就可以減少Alpha 所以 植物的刺激素 是安全的 譬如說 豆漿 是可以安全的 乳健草 植物的刺激素 都安全的 但是 譬如動物的刺激素 就盡量消失 譬如說 壽司的海膽 蟹子蝦子 魚子 雪甲膏 那樣 綠茶素 綠茶素 可以混合水喝嗎 綠茶素 本身就不多 溶於水 所以根本就浮上水面 如果要用熱水去送 那你那個熱水 當時就馬上可以入到厚的溫度 如果你當時說 譬如說 沖茶那些很熱的水 或是要煮咖啡那些很熱的水 你當時能不能夠 立即入到厚 你入不到厚 那些熱水 亦都會破壞健康食品的結構 即是用這個入口的來做一個指標 即是溫水 第三就是 蘋果果膠有沒有糖分 這個糖尿病人是否可以吃的 蘋果果膠 看你的純度有多少 如果純度很純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了些糖的了 那蘋果果膠 譬如說 在蘋果皮裡 可以提純度出來 那 但是 博士 那些是甜甜的 是的 他是這樣的 提純的東西 一定不是100% 是 譬如說 如果你是98%的提純 那你2% 就算是雜質 全部都是糖尿 都是2% 嗯 但如果你是40%的提純 你有60%的其他問題 那營養標籤就不會看到的 即是它的提純度 因為很多朋友不懂的 我就是知道 這一瓶叫蘋果果膠 但我不知道 提純度是100% 98% 還是怎樣 應該是 這個 是所有的 售賣健康食品的那些 那些商人都要隨時有這些資料 可以拿到出來的 即是說 他有一個叫做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即是分析報告 就是他 他一定要知道 裡面有沒有些重金屬 因為凡是在泥土上面 種出來的東西 都要去檢查他有沒有重金屬 不過他其實很小隻的那些字 我都覺得 跟老花有關 我覺得要有放大鏡 所以 之前有人說過 那些字眼那些 要限定那個方式的尺寸 不過現在還沒做到這件事 我快點問 這位Maggie 他就說 見到市面上 那個酸辛酸 有幾種 我照讀的某名 應該怎樣選擇 例如 他上面寫了以下這段英文 叫做 Free Radical Scarvenger Extra Strange 有什麼分別 你說那個叫劉辛酸 我打錯字下 劉辛酸 劉辛酸 叫做Alpha Lipoic Exit 就是 基本上 你不會買錯的了 那他那個 Extra 他本身就是很具抗氧化作用 所以他其實是 有少少多餘 就是 好像廣告口吻那樣 但這個就是 很厲害的抗氧化 其實沒有分別 他不會說加工之後 抗氧化會更厲害 即是他本身就是 具抗氧化功能的劉辛酸 即是 如果他說 勉辛酸 其實他只有一個字 因為 劉辛酸 就是代表一種物質 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 不會說 因為 如果加加減減的結構 那個就不是 劉辛酸 哦 即是那個Extra 其實都不太重要 他就是抗氧化 即是廣告口吻 OK 另一位 他就說 膝頭哥同食鈣片 正葡萄糖胺 哪有些呢 是不是要混合洋蔥 一起吃才有效果呢 他就說了劑量 每天100mg 是不是這樣呢 百泥爐順 一天吃多少mg 見開產品 是不是要這樣 一次過吃完 OK 還是他很擔心這件事 身體有兩種骨 一種叫做硬骨 英文叫做崩 骨質疏鬆 英文叫 Osteoporosis 骨質疏鬆 一般是不會痛的 人是彎了下來 彎了下來 但如果是軟骨出了問題 軟骨叫做Cartilage 問題就叫做關節炎 叫Arthritis 如果你吃那些鈣片 還有吃那些鈣片 葡萄糖胺 就是改善那個 幫助軟骨細胞做軟骨 可以舒緩 譬如說軟骨退化的問題 關節炎的問題 關節炎的問題 但如果是鈣片 一般來說 就是有關骨質疏鬆 硬骨的問題 是 但剛才他說 如果他要去處理的話 他就要想清楚 究竟是骨質疏鬆 還是出現了關節炎的問題 是這個意思嗎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就是骨質密度 骨質密度 如果是關節炎 通常會有些痛 因為沒有軟骨那一層 硬骨碰硬骨便會痛 但你不是說過 如果我們吃葡萄糖胺 為什麼有用 那些人沒有用呢 除了時間之外 亦都是跟它拍著一個天然食品 下去的話 更加發揮效果 因為這樣 什麼叫做炎呢 炎 炎即是免系統要出冰 免系統為什麼要出冰呢 因為當軟骨組織勞損失了 退化的時候 就會暴露到新的結構 在免系統未見過 於是就以為敵人來了 於是就出冰了 出冰如何出發呢 就會分泌出動一種酵素 叫做透明質酸酶 就會將軟骨裏面的透明質酸 消化了 透明質酸有兩種成分 一個叫做葡萄糖胺 叫做Acetylucosamine 另一種叫做軟骨素 叫做Glucosamine Exit 在吃葡萄糖胺的時候 就好像麵盤在漏水 你又加點水 但是你一邊加一邊漏 因為漏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酵素 叫做透明質酸酸酸 在攻擊軟骨組織 所以在吃葡萄糖胺 在吃的時候就OK 就好像不要惡化 但一停止吃 就一樣會惡化 所以要處理問題 要處理消化透明質酸酸的酵素 叫做Hialuronidase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在黑莓 黑莓裡面 就有一種物質 可以抑制酵素 所以最好黑莓 通常跟軟骨酸都合作 對 再用黑莓酸 加上近來感冒流感高峰期 黑莓酸又可以… 那是黑加輪子 對 兩樣東西 現在有兩分鐘時間 請博士解答這個問題 這位是Nick 在Inbox裡告訴我們 他有再生障礙貧血慢性 其實在營養飲食 有什麼改善病情呢? 有一種東西叫做 叫做紅月球新成素 英文叫做Evipoietin 就是在未出生之前 就有個肝是分泌出來的 出生後 就有個腎是製造的 如果一個人 他開始有些腎衰竭的問題 他就通常都會有貧血的問題 因為腎一衰竭 就製造不到紅月球新成素 那時候怎樣製造呢? 就是可以叫肝重新 吞著肝的機制 因為… 他懂的 不過出生之前做 對 但他做完之後 他就收檔了 即是說 現在你要叫他開開 有什麼方法叫他開開呢? 這個是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出來的 就… 就用了一種東西叫做紅景天 紅景天 因為叫做Rodeola 紅景天掃叫做Salindrocytes 如果你買到紅景天掃 就更加好 那紅景天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西藏一種植物的根 是很名貴的一種植物 就是以前是進貢比清朝的貢品 但是紅景天就不包括中國藥點 因為它是西藏的藥藥 不是中藥 博士你有30秒 那用於紅景天 即是死於紅景天掃 就可以改善那個頻率的問題 他就說 家人經常每個月都受到扁桃腺發炎困擾 有什麼健康食品可以幫到手? 有些朋友真的很煩 扁桃腺這方面 扁桃腺發炎可以是一些病毒引出來的 每個月都有 有些地方受了傷 可以用抗氧化方法 就是減少一種叫無菌發炎 如果每個月都會有的話 譬如昨天也沒有的 今天就有了 為什麼今天會有呢? 就一定有些東西引發它 如果引發它的話 就是這樣 要不如叫得太厲害 扯傷了一些組織 就引起無菌發炎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感染得到 感染得到 就要看個人的衛生 有沒有小心點 或者是吃點東西 有沒有洗乾淨、煮乾淨 病從口入 如果是自己覺得 應該是病從口入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 有天然成分叫丁香醇 丁香醇可以殺死細菌 症菌也可以 病毒也可以 丁香醇 大家留意 另外一條問題 它就說 葉酸和銀杏葉 如果有血壓高的朋友 是不是可以經常吃的呢?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那些是抗氧化的 葉酸就是維他命 維他命一種 是對身體有益的 銀杏葉也是沒有問題的? 銀杏葉主要是抗氧化的 有血壓高的話 沒問題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銀杏有毒 所以他們會擔心 會不會有吃得多的 這些不太好 銀杏葉呢 如果你說到銀杏葉 我想它不是拿著葉 而是咀嚼 應該是 是抗氧化的 是經過銀杏葉 銀杏葉 提出的物質 OK 下一題 這個要留心聽 因為這個也有複雜 它說 MG和純度的關係 如果一天 洋蔥數需要1000MG 這個產品是這樣寫的 它說是500MG斜線 然後乘2 即是1,000 如果它的純度低 又未能達到效果 那又如何呢? 標籤上又找不到它的純度顯示 那我不是應該就這樣 500MG成2顆 還是怎樣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剛才說 黑加倫子素 含有花青素 我想它是上星期發出的 是否有助事力呢? 還有 它說博士也提及過 不懂得喝牛奶 那奶粉又合不合喝呢? 總共有三個問題 一個一個來 先說MG和純度 如果它 理論上 如果你買健康食品 那個公司 有些資料 經常都可以 你問它 應該可以拿得到 就是 它要告訴你 它的純度是 譬如說 40% 80% 不然 你怎樣去比較 兩個牌子 應該買哪個好呢? 有時候 不是最便宜的 一定是最好的 或者不是最貴的 一定是最好的 那這個 你有什麼疑問 就要問售課員 那它這個資料 應該是隨時可以拿得出來 但它多數都不懂 是的 不是 真的 它一定不懂 你不用笑 一定是 它又可能是派差 去那間公司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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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說 它每天要吃洋蔥素 1000mg 即是 如果兩顆 即是幾個品牌 每個品牌都說 自己一顆是500mg 其實每個品牌只要吃兩顆 都不代表它吸取了一樣的洋蔥素 不わか 會有記者 不該大量 亦重量 其實它要乎需要比較 可能では 這部分時間可以拿三個盒來看一下 如果是写了 就有信 consumer 純紫含有花青素 這是有助視力嗎? 對 然後每一次當天晚上有眼球 光線可以分為紅橙黃綠青藍紫 藍色光線的波長是480納米的波長 會刺激時摸摸細胞一種物質叫脂蠍素 脂蠍素受到藍光刺激會顯示一種氧化性很重的氧油尼基 叫做A2E A2E會傷害眼睛 現在要找一些方法中和氧化性物質 但眼睛有一個結構叫做血管是磨磨磨屏障 不能容許任何東西就可以進入到眼睛 能夠穿越血管是磨磨磨屏障的抗氧化 其中一個叫做花青素 叫做A2E 很多漿果都會有 黑加麟脂、藍莓、紅莓、小紅莓都有 OK 這個有幫助 最後 博士你說不適合喝牛奶 我們曾提過 奶粉適合喝嗎? 應該這樣看 牛奶當然沒有牛才有 和母牛在懷孕的時候 懷孕了人 懷孕了人 即是生過小牛的母牛才有奶 但當母牛懷孕的時候 或是一個女士懷孕的時候 其實乳腺也可以製造乳汁 但因為胎盤分為很多叫做 叫做Progesterone 這個叫黃體銅 因為黃體銅就抑制乳腺 令它不能夠將奶可以擠出來 但當胎離開了母體分辨的時候 黃體銅就大減了 於是乳腺就可以將乳汁射出來 但在懷孕的時候 見到農夫有這麼大塊的乳房 那麼多奶 一定會想將乳汁射出來 但當乳汁射出來時 就沸了很多黃體銅 黃體銅是可以致癌的 所以如果喝牛奶 喝到是當水 一口喝一杯 一口喝一杯 就會喝了很多黃體銅 還有 當母牛生了小牛之後 譬如說 有三個月有很多奶 之後就慢慢少了 為了要擠它 最後都會擠多些出來 最後一滴奶汁也會擠出來 都擠出來就會跟母牛打針 打針叫做 類兒倒數生長因子 IGF1 這個就會經過乳針 就會被人體吸收 這個東西也會引起細胞會增生 所以為何不要喝那麼多牛奶 如果那些奶粉 其實它的成分 是否都是由牛奶而演變而來 是的 脫了水 還有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譬如說你現在喝 因為這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公司有些女同事 就是生了寶寶之後 回公司做事 會找些時候去泵奶 是的 那些瓶奶 如果你不需要 你看一下 那瓶奶 就可以成為兩層 即是會分為兩層 一層是液體 一層是油溶液的東西 但是買牛奶 你從來不會看到它分為兩層 是的 因為它把牛奶的奶 打到很細粒 細粒到它的密度和水一樣 所以你怎樣放 它都不會沉澱成兩個 本來那個密度大的時候 就不容易吸收 但是現在密度小了 那小孩的嬰兒就容易吸收 所以喝牛奶或者奶粉 那些嬸仔是比較肥的 因為它吸收多了 明白 其實那些奶一定不是天然 因為它打碎了它 打碎了particles 那我這樣聽的話 其實都不宜 即是在博士說 不宜多喝 即是牛奶或者奶粉 你可以這樣說 牛奶是比牛喝的 是 這個是說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人 用引述這句話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我聽過一個法師說 牛奶是比牛奶喝的 你怎會讓人喝的 那博士剛剛也是這樣說 牛奶也是比牛喝的 這位朋友 他會幫媽媽來諮詢 有關糖尿病的問題 據說有兩種食法 我想是在說食療 天然物質食療 第一種叫NAC 英文叫N-A-S-Tau-S-S-Tine 另一種就是洋蔥素 他重溫我們的電台節目 多謝你重溫 他說我們提及過 綠茶素和洋蔥素 去控制血糖 是否適合他媽媽 另外剛才說的NAC 是甚麼食物提煉出來 他說希望博士可以盡快答覆到 可能他緊張媽媽的病況 如果一個人的胸膚血糖已經去到15 或者20的話 其實真的要打二倒數 去逼清走血糖 但你要記住 所有的藥 不會令到糖人間蒸發 只不過是把血裡的葡萄糖 推入脂肪細胞 肌肉細胞 或是肝細胞 但如果真的有這麼多糖 就要排紅 即是把它直接去排出來 怎樣排紅呢 就是我們腎 就是用來過濾血液裡面的新層袋 有些肺物 腎有一個東西叫腎小球酒 就是一個燒機 有些膠質可以被肺物過濾出來 那些膠質也會被葡萄糖過濾出來 那些葡萄糖便排出來 原來這個腎有另一個機制 把過濾出來的葡萄糖 要回收回到血裡 那些回收機制 就有一個很關鍵性的膠質 叫做SGLT2 於是藥廠就這樣想 如果能夠抑制到SGLT2 或者減少SGLT2 那肢細胞回收不到那麼多葡萄糖 大部分葡萄糖便排出來便完成 就不需要 不需要想辦法推入細胞裡面 去年真的有一種藥 就是FDA通過了 叫做Glytruxin 就是抑制SGLT2 但其實有一個天然成分 叫NAC 叫做N-Acetyl-16 NAC有什麼好處呢 原來當血裡有葡萄糖 葡萄糖便會刺激 這個2分別是胰島素 胰島素便會導致腎有SGLT2 中間這個機制是同一個氧化性的過程 所以如果用一個抗氧化的NAC 便會導致腎沒有SGLT2 完全沒有SGLT2 就可以很快便把葡萄糖排出來 你怎樣知道有沒有效呢 通常你吃完飯後2個小時 血糖很高 如果你是每一頓飯之前吃1克的NAC 你吃完飯後2個小時一度 血糖之下會低了 因為那些血糖就經過腎已經排出來了 另外一個呢 洋蔥素那個 洋蔥素綠茶素的機制今次不同 它就令分泌多些胰島素 分泌多些胰島素便可以有多些能力 去處理血裡的葡萄糖 兩個都不同 要看體質疑異和什麼情況導致糖尿病 我相信兩天都用 另外很快問多個問題 還有3分鐘的時間 這位朋友說 食健康食品會不會影響到腎的健康呢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肌質有濕疹 有什麼天然食療或天然物質可以幫助手呢 剛才剛才說的NAC對腎非常好 因為腎通常受傷 就是一個叫腎小球發炎 叫Glomerulonephritis 這個腎小球發炎大部分是養油離機引出來的 所以如果用抗氧化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NAC 就是一個天然保護腎的天然成分 那個濕疹就是因為 其他天然物質的不會影響到腎還是怎樣 他擔心 NAC當然是對腎好 其他的會不會吃太多又會對腎不好 不會的 腎其實是一個燒機 用來過濕的東西 如果它是 很少天然成分分子量大到53,000 那些是蛋白質的分子量 所以那些天然成分 就是在腎裡排出來 你會擔心腎 你吃了養食品 太快把成分排出來 就不是擔心 反而他擔心它留在這裡 就是擔心它吃了之下 排走了沒有 對 很快排走出來 那濕疹有什麼天然物質可以幫助他 他的兒子 濕疹就是要控制皮膚下的肥大細胞 因為他如果一受到刺激 就要分別了物質叫做組織胺 組織胺就會舒張皮膚的微酥管 那時候那些水就滲出了微酥管 但皮膚就是一個結構 不能隨便讓水可以穿過 現在微酥管就舒張了 水就滲出來了 但就出不了皮膚 於是就滾在皮膚下面 滾在皮膚下面 頂住皮膚的神經抹梢 當然會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 揮之不去好痕的感覺 所以最關鍵的東西 就要控制肥大細胞 不要分泌那麼多的組織胺 就可以用洋蔥素或者綠茶素都可以 洋蔥素或者綠茶素都可以 或者兩個加起來更好 透過抑制一個叫做 組織蛋白去月流氓 叫做Histidine decarboxylase 對不住 叫做Histidine decarboxylase 就會減少組織胺 令到微酥管會舒張 就可以減少有紅有股有痕的問題 寫了封信給博士 他說今年62歲的他的頸骨 第五節和第六節是退化 這個是經過醫生他的檢驗 一個驗證之後發現 他是有一個退化問題 加上每當聽完電話之後 我想他拿起電話 一會的時候 他右手又避了 這個情況出現 避了 他說想吃些什麼食品可以幫到手 這個問題一 問題二 他又以神經退化 吃蘋果果膠兩粒每一天 還可以吃其他的健康產品 健康食品 他說已經發覺到 他的耳鳴已經改善了兩成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退化問題 好嗎 博士 我們的脊椎裡面有一條很重要的神經 叫Spinal Cord 為了要保護這麼重要的神經 有一圈的骨 就包住它 如果是一個水喉通 就非常之有效 但是這樣屈不到身 於是節衝方法 就是一段一段的 叫做脊椎骨 包住這個 這麼重要的神經 那個硬骨 脊椎骨 骨和骨之間 就有一段的軟骨 叫做椎間軟骨 有人叫做椎間盤 什麼叫做軟骨呢 軟骨就是一些軟骨細胞分泌出來的物質 所以軟骨就跟硬骨不同的 硬骨裡面可以有細胞 可以有血管 軟骨好像有些手指甲 有些物質來的 沒有細胞 沒有血管 現在軟骨就盧損了 軟骨盧損了 那個硬骨就可以壓住神經 因為沒有細胞 沒有細胞 就可以保護神經 因為神經有些分支出來的 那些分支就是在脊椎和脊椎之間的空隙 但如果這個椎間軟骨是扁了 或者是虧了 那些硬骨就壓住那些分支出來的神經 那會怎樣呢 我們的神經細胞 就在細胞外面 就有些叫做蠟的東西 就貼住在細胞外面 譬如說現在有人拍裂肩頭 那一拍就把那些神經細胞外面的蠟 就拍了進去神經細胞裡面 那些蠟是帶靜電的 突然之間很多靜電入了神經細胞 就馬上干擾了細胞裡面的靜負電平衡 那這個就會引起一個電流 那如果你拍得很大力 那感覺就很強 如果你不拍 不拍肩頭當然就沒有感覺 那現在呢 譬如說他的手麻痺 即是沒有人觸碰他的手 但他都有一個感覺 因為神經細胞受了傷 於是由神經細胞外面的帶靜電的蠟 就放進去看了電流 那這個感覺就因為軟骨組織 是追加軟骨蝕了 推化了 那製本的方法就要增加軟骨物質 那軟骨物質裡面就叫透明質酸 那有什麼健康食品可以增加透明質酸呢 那裏有個研究報告 是來自日本的益力多研究所 那他就說原來在黃豆裡面有種物質叫大豆熱黃銅 它可以增加透明質酸 那就可以修補軟骨 那怎樣修補受了傷的神經呢 以致不要令到它會麻痺呢 就有一個健康食品就是叫做月流浴鹼 這個是細胞裏面製造能量中間有一個特別的物質 叫月流浴鹼 是一個天然成分 是 這個可以修補神經 所以可以用月流浴鹼和大豆熱黃銅 可以幫助他不會有麻痺 還有不會有痛的感覺 至於他那個左耳神經退化問題 其實他吃蘋果果膠 他就說有兩成的情況以明改善了 他用得對不對嗎 那個 如果他有兩成改善 即是說有些東西做對了 如果不是就少少都沒有改善的 那既然有些東西做對了 那怎樣可以令它更加對呢 要不就分量多些少 健康食品就是這樣 要不就分量多些 要不就服食的時間長些 那就是說如果他有一成的改善 之後有兩成的改善 即是說這個劑量應該就可以了 但如果再高些 譬如說醫生說你每天喝一杯水 那你說我可以喝兩杯 沒問題的 因為這個蘋果果膠本身不是藥 就沒有一個不用顧慮到 藥通常都有的叫毒性劑量的顧慮 那他要不再配其他健康食品呢 如果他本來已經去買那個月流肉鹼 去修補神經 就都不多不少可以幫到他 那耳鳴有兩種 一種就是純粹耳鳴 一種就是耳鳴合起來 有些音域是高音低音聽不到 如果他那個真的連高音低音聽不到 因為神經都受到傷了 所以藥油肉鹼都可以幫到他 收到了 那John可以聽聽博士的意見了 多謝你的來信 這個時候聽聽電話旁邊有梁太在這裡 梁太早晨 早晨兩位 有什麼問題想問博士 我呢就是吃了綠茶素 那我的DNA呢就57 那我就聽博士說去打針 但是我去打針 那個醫生說 你都是帶菌的 所以打都沒有用 所以都不肯幫我打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的喉嚨呢 整天都好像有些痰塞著 就是吐了出來 咳了出來 就是整天都是這樣 所以塞著我 有時候講話都過不了 嗯 即你是一個月圓肝炎大菌者 是嗎 是啊 嗯 一個月圓肝炎大菌者 醫生跟她說 她說你不用打針 打都沒有用 但很奇怪 如果你去打一個流感針 你會有一個抗體對付流感 那為什麼你打一個月圓肝炎針 是不會有抗體呢 原來這個月圓肝炎的病毒 她就懂得製造一個蛋白質 叫做IDO 這個就是我們免疫系統 收兵的一個酵素 譬如說你現在 有些細菌入了身體 你的免疫系統就馬上出動 就要打那些細菌 好了 打死了 沒有細菌好打 那免疫系統就要收兵 那為什麼收兵呢 就用一個酵素叫做IDO 那現在這個病毒又有收兵的酵素 所以當你的免疫系統想打它的時候 它立刻叫免疫系統收兵 那就做不到抗體 那怎樣可以按低這個病毒的收兵酵素 以至你的免疫系統可以打到它呢 那個健康食品就叫做綠茶素 所以這四綠茶素就可以 令免疫系統有能力可以攻擊病毒 之後就可以有靈敵突破 就是會有些抗體出來 之後再打一些針 就可以有一個鞏固針 但我現在所說的那些東西 就是比較學術性 有些醫生平時看得太忙 沒有提到研究報告 會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有些醫生肯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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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多謝梁太你的電話 另外再看看Facebook方面 我想這位姓廖 廖女士說她本身很想生育 但書籠館左側通而不暢 有少量的積水 右邊的尾部的散端 完全是阻塞了 有積水 請問有些什麼補健食品可以幫忙嗎 如果你是阻塞了 可能在一個酸管受過傷 纖維化了 纖維化了 就好像肝硬化那樣 就令到微酥管的壓力會大增 微酥管的壓力會大增 微酥管的壓力會令到 微酥管的壁會滲水出來 這個就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會滲水 如何處理纖維化的問題 就是纖維通常叫膠原蛋白 現在有些加人板 就好像亂七八糟一樣 堆在一堆 就不斷填了傷口 如果要清除這些纖維 可以用一個酵素叫膠原蛋白煤 叫做MMP-1 有一個健康食品叫做五強黃酮 就是韓國醫學院的研究 它可以增加多些MMP-1 健康食品的通俗名稱叫做洋蔥素 或者你可以試試用洋蔥素 洋蔥素很好 它有其他的保健作用 電話旁邊先聽完這個電話 有馬小姐在這裡 馬小姐早晨 我是早晨 麻煩你 請問博士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問博士 是港大前校長徐立芝發現的 那麼細胞就透過一個通道 就將一些物質叫做 帶負電的物質叫做綠 推出細胞 那麼現在細胞就少了一些負電物質 於是就多了一些正電物質 就是相對來說 於是細胞就在另一個通道 叫做納的通道 就將一些正電物質叫做納的 就用出細胞 那麼現在細胞外面 就有正電的納負電的綠 就是納磁氧 即是鹽 就會引出一個滲透作用 有些水就拉了出來 所以就出汗了 所以要減少一些汗 就要抑制這個CFTR的通道 那麼長話短說 抑制它的方法就是 可以用苦瓜素或者洋蔥素都可以 苦瓜素洋蔥素 是不是去哪裏買的 你去你家附近的 洋蔥素就很多地方都有 苦瓜素就不一定很多地方都有 那麼如果你想快點好 就洋蔥素加苦瓜素 其他那些保健食品店 即環頭環尾那些就有了 整個人好重好聚 獨白整個頭整天濕透 突然間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我現在的年紀又大 會不會是潮熱 我就是不清楚 如果已經踏入更年期 可能這個不是出大罕的問題 可能是潮熱的問題 那這個就完全不同的解釋 可以用一個叫做 黑星麻就可以幫到你 嗯 多謝馬小姐的電話 這個時間呢 我們應該回來 當然會繼續解答 其他聽眾的問題 回答一下Facebook的聽眾問題 先來Natalie就問博士 她說她左邊的鼻經常流鼻血 經過這個專科醫生的診斷 是因為這個鼻骨歪了 還有有一小個血管生長了 在這個歪了的鼻骨之上 所以她每次很容易都會弄傷 那個血管就會流鼻血的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電擊 電一電尿血管 我想請教博士 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這樣做呢 如果不這樣做 可不可以有些保健食品幫到手 如果是真的有鼻骨 而是影響到她流鼻血 那個鼻很少會自己動來動去 如果鼻骨是真是主因的話 她流鼻血就24個小時不停地流 因為鼻骨經常都在 如果有半個小時不會流鼻血 那半個小時的鼻骨就OK了 只要流的時候就不OK了 所以如果是真的24小時不停地流鼻血 就可能是鼻骨 但如果不是的話 另一個簡單的可能性就是 可能你不夠維他命C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你之所以流血 就一定有些血管爛了 那些血管就一定是小血管 微酥管 微酥管的那個血管壁 就有些叫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呢 我叫做Triple Helix 就是三條蛋白 就好像泵邊一樣泵出來的 那之後就要好像紮鐵一樣紮住它 否則它會打散了 那這個紮的過程呢 叫做Hydroxy Pollination 那一定要有少少維他命C才可以做得到 或者你試一下呢 用簡單方法去屈神士萬寧 或者其他地方 買一些保健食品店的地方 就去買維他命C 你吃一個星期 看看會不會改善到 這個就是很多個人護理產品店 都有收入的了 可以去找找 好 先聽一下一個電話 這位的聽眾呢 林小姐已經在了 林小姐早安 早安 有什麼問題想問博士的 膽石除了做手術 食製品可不可以自然排出體外 在網上看 喝我的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可以幫助排出膽石 即是那些磋詐橄欖油 是的 是的 不知道真是假的 如果有人跟你說 你要戒口 或者你要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但是呢 他講得出 他一定有個原因的 那你就問他了 哦 原來是可以的 為什麼呀 那如果他講不出的話 就當他有心就算了 因為很多網上有很多的 很多的講法 就是此是而非的 所以你一定要問清問錯 才放些東西入口裡 那extra virgin olive oil 應該就不會食壞你的 但是如果你吃了一杯 你說沒有用 他說第二杯 又沒有用 那就是有少少問題 膽石裡面有80%都是膽固醇 譬如說如果你現在吃了些肥膩 肥利液呢 你那個小腸呢 就要求的膽 分別一些叫膽酸 叫bioacid 就用來幫手消化 那消化好之後呢 那小腸就將那些膽酸呢 就送回去那個膽囊那裡 下一次呢 又叫他用出來的 就是一個循環這樣用 但是如果現在有個方法 可以將那些膽酸排出體外呢 那第二次吃肥利液呢 你膽就沒有膽酸了 那膽就被迫要製造一些新的膽酸 就在膽石裡面的膽固醇 就抽些膽石的膽固醇去做膽酸 那你的膽固醇就縮小了一點 因為少了些膽固醇 那你每一次都將那些膽酸排出體外呢 那你的膽就很忙了 每一次都要抽些膽固醇出來呢 那你的膽石就會越來越細了 那你可以在網址上 你可以這樣搜 一個叫gallstone gallstone就是膽石 然後呢 就是gallstone 然後stone 一個字來的 gallstone 有第二個字呢 就叫蘋果果膠 p-e-c-t-i-n p-e-c-t-i-n 那就可以看到一些研究報告呢 就可以縮小 縮小叫做regression r-e-g-r-e-s-s-i-o-n 那這三個字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研究報告 好的 麻煩你 希望能幫到你啦 林小姐 好的 麻煩你 拜拜 另外呢 就看看我們在Facebook 有個聽座 Conny 她就說她和兒子 經常都是感冒完之後 氣管敏感 咳得好辛苦 而且一咳就咳成一個多月那些 就算不再咳了 氣管都會很不舒服一排 看幾次醫生 一直吃著一些氣管藥 都差不多吃了一個月才叫有好轉 那她吃氣管藥期間 都有吃洋蔥素 綠茶素 各一茶匙 想問博士 她和她兒子都因為感冒而引起氣管敏感 是否需要再加一些螺旋做的 醉糖 腹芳呢 如果是的話 分量要怎樣吃呢 是的 我要加螺旋和醉糖 先講一個原理 譬如說現在你有三粒四粒感冒病毒 就在氣管那裡 看守氣管的一種免疫細胞叫巨細細胞 就看到病毒一走過去 一口就吃了它 消化了它 這個問題就搞定了 但如果你現在是大大感冒 那時候 那個氣管就不是三四粒的病毒 可以是三萬四萬的病毒 但這個氣管 未必有三萬四萬的巨細細胞 就馬上拿出來 那時候免疫系統就要升級了 那時候看守氣管的一些淋巴細胞 就會分給一些叫做抗體 抗體就會抓住病毒 之後就通知看守氣管的第三種細胞 就叫做肥大細胞 肥大細胞就分給一種物質叫做組織胺 組織胺就輸張氣管的微輸管 目的就想將血裡面的細細胞 就將它湧出來 但是這樣 那些水和蛋白質都會滲出微輸管 滲出微輸管 轉一步滲出氣管 水和蛋白質混合就叫做黏液 那時候又不是多到可以咳得出來 但足夠向你的氣管好癢 於是就慢咳 但有什麼幫助呢 就要用一種叫做螺旋組的聚堂 和酵母的一個月聚堂 就將那個面系統的一型的反應 因為它因為太多病毒就升到二型的反應 然後將二型反應再搬回一型反應 就是這個方法就對了 總之你講 謝謝Conny的這個問題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博士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 只反應節目主持及嘉賓意見